跟踪騷擾防治法今年6月上路 新美市警察局統計了 受理案件中有超過8成是男性行為人 而8成6是女性被害人 其中所牽涉到的家庭暴力案件更是多數 因此特別呼籲民眾千萬不要姑息跟踪騷擾事件 勇敢說出來讓警察為你努力 不是應該要勇敢嗎 媽媽我也是要回答 仔仔 男生也有權力 也有權力不勇敢 深情的念出得獎繪本的內容 為的就是宣導富幼安全的重要性 曾經在戲劇節目中扮演女警的藝人謝沛恩 出席擔任今年新美市警察局富幼的安全代言人 並且大力的宣導跟騷法 可以透過藝術創作 也教小朋友怎麼保護自己 我覺得非常重要 也非常有意義的事 所以我當然也想要盡一點努力 然後來參加 直到現在就是跟踪騷擾的防治法 在今年的6月1日實行 我覺得就是很重要啦 然後也很開心就是大家有在關注 也有在保護富幼 同樣遇過不愉快跟騷經驗 這一屆的故事會本金獎得主陳彥欣 也以自身的例子來呼籲要重視富幼安全 老是是一隻大家都會覺得就是他溫溫儒雅的兔子 對比就是一隻大家可能會覺得就是他是很邪惡的小狐狸 然後對應我現實生活中就是我曾經有被我們家樓下的清潔工 新北市警察局長黃宗仁說 富幼安全是警察責無旁貸的首要工作 其中包含了司法教育等市府的團隊 都會共同合作成為社會的安全網 富幼安全是所有社會的根本 也是所有自然的源頭 所以要把富幼保護好才能把自然做好 新北市對富幼安全的重視是非常非常的 我們包括所有的網絡 包括司法 衛政 社政 教育 全體總動員 新北有8000警察 我們願意承擔流血流汗 不計代價的保護這些富幼的安全 但是我們有非常好的一個安全網絡 絕對可以把富幼安全最到最完善的地步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讓新北市的富幼受到危險 今年6月1號跟蹤騷擾防治法才上路 新北市警察局就受理了200多件的根騷案件 其中牽扯到家庭暴力的案件有一定比例 如何在複雜的富幼保護工作中達成使命 同時也要呼籲民眾跟警察一起攜手協力